大家好,我是导卵人黄碧翔 我今天要为你们介绍的是这幅作品 《台湾地图美丽的宝岛》 大家请看这张图,请问你们看到什么? 对,看到一个台湾 那我们在一起看看,台湾上面有什么东西? 没错,有很多的花 那为什么作者要让台湾上面开那么多的花呢? 因为它要让大家知道,台湾有多么美丽 在葡萄牙园第四来访时,听下来说出福尔摩沙 但你知道福尔摩沙在葡萄牙园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美丽的意思 但随着科技进步,工业发展 我们为了追求更舒适与便宜的生活 努力在科技方面,心力求精 并逐渐取代我们周遭有名的环境 美国知名手工艺术家艾杰英有限于此 努力在台湾推广环保减碳、物化环境 并便用大自然的天然素材当作题材 而这幅作品,台湾地图美丽的宝藏 就是于2004年,艾杰英使用天然颜料、绳子 台北直接到树西跟压克力交所制造而成的 从北到南开满了各种不同的花朵 在看到这幅图中,可以提醒着我们 台湾到处都有优美的花朵 不因此沉溺在现代的科技世界 要走到外面去欺赏观看看 更不要忘记 现在这个美丽的宝岛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的导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